诶 鄉親啊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曾苗鴻 展高雄 殿吉博士 今天你來這裡 討論鄉親高娃地色 來 高娃什麼地色呢 來呀 下到來 一生都在說謊的你能創英文 來呀 九人喔 二十一世紀的進北總部出來了 全國的感知官 要給立案查一下 司法令員是服務全國人民 不是服務唐鳳的數位發展部 更不是服務賈博士蔡英文的國家機器 像唐鳳這樣的幹話在網路上動手腳 當投票日逼近 除了創英文他們這些 陳時中以及民進黨之外 所有每一個獲選人想透過網路去做宣傳的 這個全部都會被唐鳳 武林式gateway timeout 來鄉親啦 我跟你說 今天你說的這條 我剛剛的headline 出現了一個 武林式gateway timeout 哎呀 這個是專業的名詞 這是網路上 網路上當有什麼任何的差錯 或是任何的ablonal 就是不正常的現象時候呢 他會response一些回答 今天這個名詞 武林式gateway timeout 而這個gateway gateway這個東西是叫做閘門 像我們讀電機報紙的車 網路的書都是言文的 結尾 如果翻到閘門 閘門 timeout 我看 這是一個professional term 這是網路 hardware上面 lauter hub switch 結尾上面的gateway 的一個professional term 武林式gateway timeout 怎麼會發生timeout 查 操作所冊一查 馬上就出來了 我就知道 我不是跟 一直跟前輩 跟我們鄉親交換地行嗎 說 轉圈圈 轉圈圈就是限流 單位時間內 他只限50個人 上真秒紅的網站 現在跑出了51 52 53 54 60 我跟你講 50個以上的全部大家轉圈圈 轉圈圈 這個就是 在lauter上 hub switch gateway 所有網路硬體上 都可以下出statement 下出statement 小弟 我說給你聽 唐鳳 我一直在講這樣子 偏偏偏 今天就有鄉親 牽住了 好 我們再聽一遍 來 headline 一生都在說謊的女人 華英文 21世紀的 蔡英文的警備總部出來了 檢察官你們要火立案查一下 司法人員是服務全國人民的 不是服務唐鳳的數位發展部 更不是服務賈博士蔡英文的國家機器 當投票日漸漸逼近 除了 執政黨完全執政的執政黨的城市中 以及民進黨的獲選人之外 每一個獲選人都會 被執政黨唐鳳 他們這些人 在網路上把你設定 武林市gateway的timeout 電機博士蔡淼鳳 小弟直接破斷 但是沒有鄉親丟low data給我 low data一丟給我 今天這個鄉親 是添low data給我 難怪今天有投影片 請問504gatewaytimeout 這個504是什麼意思 這個timeout是什麼意思啊 我一看 我告訴我們鄉親說 小弟電腦中心主任 然後呢 退下來呢 我是電機博士啊 我是喔 理論電機博士 實際呢 我是電腦中心主任 所以說我對 網路硬體上面的 lauter hub switch 結尾 我都有相當的敏感度了 發生什麼狀況 甚至我的人員 沒辦法排除的話 我要親自下去排除 老狗玩不出 先把戲是很難看的 結果喔 剛好這個鄉親 丟出了這個資訊來問我 因為我的line下面有很多的鄉親啊 剛好這個鄉親他丟給我 我就看一下 504gatewaytimeout 我一看 這是專有的名詞啊 我趕快查操作所冊 好啦 我當場回答他是喔 Gateway發出警告 這是網路gateway 發出喔 被綁架的 或還原的信息啊 來 我找喔 這個操作所冊 What is a 504gateway timeout error 什麼叫做504夾門的 Timeout的錯誤 來 挑二 504gateway timeout error means your web server means your web server didn't receive a timely response from another server upstream when it attempt to load one of your web page put simply your web server are not communicating with each other of us 最後一句 簡單的說啦 你的電腦的主機 或是對方的主機 已經喔 無法跟你做出正常的communicate 相互之間的聯絡 你們互相之間無法相互的聯絡 讓齁 What's enough 就是你是 abnormal 不正常啦 要求啊 這就是 可能搜我的IP 可能搜我什麼IP 搜我web server 搜我 沒有搜我 YouTube上面的那個IP 所以說鄉親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應該有 檢察官應該有 科技小組的資源啦 你看看 What is 504gateway timeout error 我一查操作所之後馬上都查出來 所以說 我就說嘛 我現在請我們法律的鄉親 大家要注意 我會記得 監聽 你們喔 你要跟他們感聽 偷聽 是要申請 像環市民 他去監聽 多抓到東西 甚至立法院的人 全部那個都違法的 監聽 要申請 有犯罪嫌疑 而且成案的才能夠弄啦 那網路呢 網路呢 在基本上的電話裡面監聽 是要申請的 但是網路上呢 他對我的網路之間實行監聽 或是實行限流 這個限流的問題呢 小則影響曾淼宏在YouTube的說視率 我明明的說視率 以前 以前隨便一個丟上去 三十萬人看 現在三千人看 幫我出了一百啊 彭文正更慘 彭文正一個節目 那天賀老師跟我講說 他上彭文正的節目 八十萬人看耶 八十萬人看的話 現在彭文正的節目 被殺到五萬人以下 夭壽啊 所以說 我們台灣人要記住 上世紀 我們讓國民黨透過這個警備總部 對我們實施言論 言論 記住言論思想 的自由 對我們國民黨 深藍的國民黨 透過警備總部牽制我們 我們好不可以把它推掉了 綠色的來了 他用二十一世紀的警備總部 網路上這樣幹我們 這樣對嗎 小弟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自由民主 中世紀讓國民黨吞塔 這世紀讓民進黨吞塔 這樣 我認為 藍利 甚至於白 都不要想糟蹋我們台灣人 這是小弟 小弟 小弟一般的作風 我們要 提升 improve 改善 我們 台灣人的自由民主的品質 現在 割他們這支黑手 透過網路 他以為網路上 他這樣幹 唐鳳以為他這樣幹 沒有人知道 小弟電機博士 小弟電腦中心主任 所以說 唐鳳他幹的那個壞心眼 我一看就出來 我早在半年前 我就喊說 這個線流 轉接線是線流 剛才有一個鄉親 牽過來 跟他問說 504的gateway tai out 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的手機上出現這個信號 他就把它print screen 把螢幕畫面 copy下來丟給我 我一看 夭壽啊 總算 所以說我們鄉親主義 小弟 小弟 小弟電腦中心主任 馬路如果回去 我叫我的工程師上去 他沒辦法處理 我要親自看 我要親自去判斷 甚至任何的一個message出來 504gatewaytimeout 我必須要去查 操作鎖車 是這個問題 那可能是賈煩 乙煩來一邊出問題 我還要去測試 所以說唐鳳 唐鳳真的是 他只有國小協力 他只有國中協力 他沒有受過真正的知性倫理 想完這個電機博士 博士 碩士 協士 我們都是按部就班 經過嚴管嚴淘汰 篩出來的 所以說出門 叫唐鳳 這個數位發展部的老大 我跟你講 你找三十分的 要來管九十分的 他只要做任何動作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在幹什麼 整個思考的 阿國旅人 如何破解他的阿國旅人 我一講 所以我今天特地 特地把它講給我們鄉親聽 讓我們鄉親解釋 因為鄉親 你如果有 你的手機有發生什麼樣的 奇奇怪怪的聲音 你騙了我 我就知道唐鳳他們在幹什麼鬼 那個整個阿國旅人 我腦袋很清楚的 所以說 我們這個丹妮 丹妮就說 唐鳳的多元宇宙科 就好像現在 成立了一個外星人事務辦公室一樣 懂嗎 外星人事務辦公室 所以說多元宇宙科 他說的都漫畫 我看那個蔡英文 我看那個唐鳳 現在都在玩那個 Virtual Reality VR Virtual Reality 的眼宇宙 那個東西 他那個商品叫做 Meta Oculus Quest 2 Meta Oculus Quest 2 這是付一萬六千塊 如果普通 我是 比較小買 我想說 哇這這麼貴 Oculus Oculus Quest 2 一個眼罩 一個眼罩 這個眼罩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game 第一個game 第二個game 第三個game 第四個game 你要玩什麼game 通通有 手指頭也戴上了那個 那個東西 然後看著眼睛 哇你就進入了 Virtual Reality 這個問題 虛擬世界 要怎麼樣 進攻中豐富 什麼東西都有 我是覺得 我在說 玩電腦 是在勞民商財的 是純粹在花錢的 這個Oculus Quest 2 一套 一萬六千塊 一萬六千塊 你買就有 所以說 你看蔡英文在玩的那個東西 我跟你講 你只要花一萬六千塊 買一個給你戴上機 跟你講五分鐘十分鐘 你慢慢測試一下 你馬上就會完了 這沒什麼好嫌的 沒什麼好嫌 對我來講 這個Oculus Quest 2 它是已經非常成熟的商業產品 只不過它的單價一萬六千塊 我們捨不得買 還有 還有賽車的 還有飛行員pilot的模擬器 還有椅子 還有椅子 還有那個駕駛方向盤 那個整套的椅子 駕駛方向盤 那個桌邊設備 加起來呢 可能要六萬塊 可能還要加個四五萬塊 才能夠買這個東西 那有什麼好稀奇 那是美國他們的 Game的公司 Game的公司 發展出來的一個 非常成熟化的商品 它的名字 基本配備 就要Meta Oculus Quest 2 Hector 一個眼罩 手指頭 就這樣讓你控制 這樣一套 一萬六 那是基本配備 如果你要更逼真的話 那個 那個方向盤的椅子 那個駕駛方向盤 汽車這樣子 灰心眼的pilot 都有 那個可能就要 再加五六萬下去 只不過這樣而已 唐鳳把這個東西 帶給了蔡英文 蔡英文每次面對外賓的時候 唐鳳把這套東西丟給蔡英文 好奇啊 簡單易懂啊 簡單易懂啊 所以你跟他講個五分鐘以後呢 大家都會玩 這沒什麼稀奇的 這是一種科技公司的商業產品 他是為他成熟的商業化 所以說唐鳳 在我們這種 理論家實際都已經拿到電機博士的角度看起來 簡直是 關公面前五大刀 他在做什麼壞心眼 我都看得很清楚 蔡英文 你派這個三十分的 要來統治我們這種九十分的 我就跟你講 我們台北的鄉親聽得好 這邊台北市長的選舉 童文心後面 騎的一段都可以像這種 電機博士 生技甚至學生 博士 博士都站在這次 為什麼 為了公平 我們台灣的公平正義 我們中世紀 我們中世紀 就是你家的確信 你用他的確信 讓我先以為 我們中世紀 你很難看 你沒有我們的團隊 你平聽見 我先去找一個地方 我先去跟你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为了要推倒国民党的统治 所以说我们用力的让奔透的民主党不动出来 想不到奔透的民主党不动呢 说要拿国民党 他们重新帮我们带回去上世纪 用国民党的欢事统治我们 上世纪国民党用警备总部统治我们 这世纪他要发明了唐凤的网路警备总部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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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啊 什么 这叫做数位发展部 要是有啊 我说这句话真实 唐凤他是天才儿童 以我的高度看下去 唐凤只不过是被他金鱼行销的 金鱼网路行销的商周李亚钦他妈妈 李亚钦他妈妈把他宠坏的一个妈宝 李亚钦透过日本美国收买小杂志社给他做个小广告 然后呢回到台湾做大肆广告 这跟他似乎都在英国伦敦大学的一个网路的小咖咖 然后给他写了一下这个蔡英文这个博士论文什么东西的 我们台湾就把他引用过来就这样大肆宣传 这秋楼都完全同样的秋楼 这跟师傅都在秋楼 李亚钦在行销他这个 他这个恐惧力的 拔鸟子的童 这个唐凤 什么行销的所法 跟师傅都是完全一模一样 他们这儿童子 做变成是很厉害的 我没有台湾去生一个堂坑 这个拔鸟庙 我头头有没有听 叫他讀一切 他也不准讀一切 骨头就没有变成了 他的协力是混到国中 他就叫他去读建宗什么东西的 只好带到德国去做特殊教育 或怎么样的 这种人脑袋有问题 头痛苦力 头痛苦的 竟然他要来掌管我们台湾 中华民国200几亿 他的200多亿的议算 160几亿人做的开 夭壮啊 你想看看 看这个多比较 内政部警政署 社会发展部211亿嘛 警政署人家7几亿呢 240亿还给他30亿 都200几亿了 你看看看多比较 一个国家 把一个200多亿议算的 一个数位科技发展部 交给一个国中毕业 然后一点学历 一点知性伦理 学士伦理 都没有的一个唐鳳 夭壮啊 唐鳳 你在网路上带佛犯罪 脱吃也要知道插嘴啊 你连插嘴都不会 要不要曾博士教你啊 我90分就给你搞 这个国家完蛋了 真的这个国家被蔡英文这样搞 真的完蛋了 所以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给你们解释 今天刚才乡亲捆过来 捆过来说 504 Gateway Time Out 因为我们研究人员 你指 我们就是很怕没有law data 我知道他在干陷流的坏事 但是没有人丢给我 有乡亲刚才捆这个信息 捆出来 乡亲啊 我在认为 江湖武奇人藏在市井之中 高所在民间 你们白文还是 是看得不下青了 你观察白出来 我说给你听 真的喔 经世纪给国民党这样给我们吞打 这世纪 我们让民主政暴动完全执政 还要被民主政暴动 跟国民党这样一样给我们吞打 到那些事情 所以说 这个 来 我们现在再来说 要注意 现在创业的文 他们这些 都是靠行销的 师傅龙也是在暗巷里面 一正乱搞 然后回到台湾 靠着国家机器乱行销 唐凤也是靠着他妈妈李亚亲 在某一个巷弄里面 弄个小东西 然后在台湾大肆行销 他变成电脑网路神童 行销多好用啊 请你跟我讲 牛肉到底在哪里 你要有真本事的 所以说 现在创业文就算这样 怎么办 30分的要 所以说 蔡英文为了要勇气执政 要保护她那个贾博士 骗台湾38年的整个谎言 她必须要怎么样 做票 她必须要做票 她每一次选举都要做票 而且她每一次选举做票的 前进的方法完全不一样 李空 二空一百一冰冊 冰冊他怕到 怕到二空 開始了 選委會李靖雄 很好看 他就起來了 我們台灣 有人不相信 我相信五斷里當時 這載壓黨的主席 或是被捨頭 我不知道 他沒有去監票啊 結果比較知道 想不到江湖其人 還有一個接生率 他把接頭的做票方式 接生率給他提供 然後把貨台的做票方式 做不到 他竟然能夠 做不到的背後也是一個團隊 所以說 教我一下 師弟電機博士 我天父義賓 他們資料給我 我一聽 就馬上可以判定 馬上可以給他們理論上的support 都沒到找我 我就告訴你 我看一看 精為天人 你天才 你真的天才 這是一個Innovae的創新 他能夠抓到剉原文音的理空 理空 怎麼樣的等差急速 供應給劉寶傑去報票 怎麼樣的在後台 再往母資料 創造了ABC三個檔案 ABC三個 他們喔 屬於他們去吞塔 去讓這個動物條完全抓出來 而且講得 講得清清楚楚 夭壽啊 動物條這個專頁 這可以拿到保守論文 這是一個Innovae的創新 所以說 一定為了創意文自己的生存 生存的關係 他一定要做票 他一定要做票 所以說 我最近這兩三個都在呼籲我們台灣人民 全民監票 全民監票 這個十安年 鄉親的人說 全民投票 同時也要全民監督開票 保護民主的火苗 是每個國民的責任與義務 我告訴你 因為你也說 你們獲選人 你們出來選 你們就要負責監票 我告訴你 獲選人 我哪一天突然吃錯藥了 我跑去登記獲選人 哪一天我突然錢繳不出來 我又不完了 我就走了 獲選人沒這麼本事 要全民監票 到底如何簽名監票 如果有高手 能夠匯集全國 因為離空 離空是中央選舉 全國1.7萬個投開票所 1.7萬個投開票所 只要有人去負責給他拍照 傳回總部 這樣就搞定 總統獲選人 所以關這個每一個投開票所 1.7萬個人 那個時間要把 租林投開票所的主任所簽名的那張 那張實際爆出去的 拍照帶回來 這樣就夠了 1.7萬個人 不可能 因為這個1.7萬個人 講起來 只要全民監票 每一個投開票所 只要願意有一個人出來 拍照傳進來就好了 就傳好了 所以說 全民投票 同時也要全民監票 我跟你說 蔡英文 這次地方選舉 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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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抓做票 蔡英文 你如果這一次地方選舉 如果再做票 東川四花 東川四花 我告訴你聽 是二空二空的817萬要做什麼 做什麼 你想要選一對 你想要選一對 鄉親啦 今天我跟美國美東的王思琦博士開港 台港我說 我和蔡英文講 如果這次蔡英文要跑掉的話 我們大家都記得 菲律賓馬可市 越南總統阮文哨 當他失事的時候 直升機是直接從總統府 直接把阮文哨 把馬可市帶走的 好 蔡英文 你敢做票 你敢做票 我跟你講 這邊如果抓到 我就要看 阿帕契直升機 把你這個飛機一開 我看你要開到哪裡去 飛直升機一開看 我看你要開到哪裡去 我告訴你 王思琦博士他要跟我講 美國對這種失敗的統治者 是不會同情的 我跟你講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阿帆文哨 這些人不是都跑到美玩 對不起 帆文哨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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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跑到哪裡去 帆文哨跑掉以後 直升機一飛走 飛走以後 美國人把它帶走以後 帆文哨溜到台灣 國民黨當初執政下的天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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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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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台湾